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本年度新款众筹小主机 R86s N5105 我收到的是一台测试样机 所以很简单 一台主机一个电源 我们先来看电源 12V 4000mAh 48W 打开数量膜 它长这个样子 两个字评价 细有针 这几乎是我见过的最小的X86小主机 比香烟盒稍微厚一点 如果这算是前面版 一个USB 3.0A口 一个TFX槽 一个HDMI显示接口 这里应该是电源按钮 它好像没有安装 看来我都照一个原主笔来开机了 那么这就算是侧面版吧 12V电源接口 USB 3.0A口 ETH0是英特尔I211千兆网口 ETH1和ETH2是英特尔I2252.5G网口 好家伙 一共三个英特尔网口 这里有一个风扇 看来是主动散热 打开来看一看 取下周围的四颗螺丝 直接就打开了 主板上有一颗电池 这里是TF卡插槽 还有两个FPC接口 这里FPC1 这里FPC2 以前我们看到过这种FPC接口 可以接硬盘 还有一根风扇电源线 我们得继续打开 这么修正的X86主板 还是第一次见 继续卸下主板上的四颗螺丝 还是撬开来看看 也很轻松 这就打开了 这里就是主板的正面 下面这四片芯片 应该是内存吧 CPU 我们就把它装回去 装好了 找了一个比较对象 J4205四网口的小主机 这台我们当时测试的时候 还说这是最小的多网口小主机 看看我们今天这个 才是真正最修正的多网口小主机 比较一下后搏 从网口这一侧再比较一下 从正面比较一下 这样来再看一下 算体积应该不到J4205小主机的一半 我们开机 一直不停按ESC键 就可以进入小主机的BIOS系统 我们来看看 J4205的CPU 英特尔赛阳N5105 8G内存 2933MHz的速率 到这里可以看到 小主机的存储 32GB的EMMC 这里是来电自动启动 选择 ESLIN STATE 就是锻炼后重插电源 自动启动 这里的安全启动 最好关掉 否则是不能够实现U盘启动的 关掉后 在启动顺序中 看到有我们的U盘 那么就可以在 类置的EMMC存储的Windows 和U盘启动盘 根据你的需要进行切换 好 我们进入Windows系统 来看看系统概况 先进任务管理器 CPU是英特尔赛阳N5105 基础频率是2GHz 内存8G是双通道的2933MHz 乘储是三星的EMC 网络 我们接的是千兆口 英特尔I211千兆网卡 GPU是英特尔UHD核显 我们再看一下设备管理器 网络撕避器这里 双2.5G英特尔I225-LM 单千兆的英特尔I211网卡 一共3块网卡 作为一台小主机 网卡配置 堪称豪华 再启动 HWinfo64 看CPU 英特尔赛阳N5105 Jespen Lake 10纳米工艺生产 TDP10瓦 这里看一下 HWinfo64识别出这是一块KOS的CPU 也就是最后的工程验证板 后面我们会测试它的性能到底如何 基础频率2GHz 最高频率2.9GHz 板载内存8G 内型是LPDDR4SD RAM 双通道 显卡这里是英特尔UHD核显 注意这里上面有标明是24EU 比我们前几周测试的N5095要高啊 N5095是16EU Windows10专业版 EMS存储没有识别出来 我们使用CPUZ 前面这里和HWinfo64差不多 我们就直接跳过了 进入到跑分环节 多线程1024 单线程258 和我们以前测试的J4125比较一下 多线程841 单线程209 我们的N5105高出了接近30% 再来看前几周测试的N5095 多线程1035.8 单线程265 N5105虽然要差一点点 但可以说是相当接近的 接着我们来跑一下Geekbench 5 多线程2111 单线程625 也和前几周测试的N5095比较一下 多线程2141 单线程658 又是差的不多啊 但N5095仍然高一丢丢 这是24EU的UHD核显 我们跑图形测试 Volken 3270 OpenCL 3730 比起16EU的N5095的图形测试成绩 Volken是1912 OpenCL是2123 N5105要高出好多 那么图形能力N5105是大于N5095的 接着跑Cenebench R23 多核1980单核594 和N5095比较一下 多核2079单核618 N5105败下阵来 差了差不多5%左右 接着是我们最重要的Pathmark测试 多线程4371单线程1495 对比J4125 多线程3049 单线程1208 N5105高出了一大截 那么对比N5095呢 多线程4396 单线程1561 差距微幅其微 单线程相差可能达到了4%左右 多线程差了不到1% 最后跑一下娱乐大师 综合性能得分25000分 处理器得分123698分 那么对比前几周N5095的CPU得分是129456 相差不到5% 接下来我们要测试硬盘和网卡的性能 先看看这块312G EMMC存储 读300Mbps 写97Mbps 和我们上周测试的平板电脑的EMMC存储 性能差不多 接着我们要重点测试Windows下网卡的性能 先来看这块 Intel i211千兆网卡 在N5105小主机上开启iProfit3的服务端 并查看千兆网卡的IP地址 用我们的测试机跑iProfit3的客户端 单线程上传940Mbps 单线程下载949Mbps 多线程上传939Mbps 多线程下载949Mbps 接着我们把网线转插到N5105的2.5G网口 在N5105小主机上开启iProfit3服务端 并查看2.5G网卡的IP地址 用我们的测试机跑iProfit3的客户端 因为我们的测试机性能限制 没法使用录屏了 就只能用手机拍摄了 单线程上传2.37G 单线程下载2.30G 多线程上传2.35G 多线程下载2.37G 测试下来不得不说 英特尔网卡真的是很稳啊 好 接下来我们测试N5105的视频能力 播放本地8K60帧VP9视频 非常流畅GPU占用99% CPU占用8% 播放线上YouTuber4K60帧VP9视频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 非常流畅GPU占用58% CPU平均占用25% 最后我们来跑稳定度测试 用IDA64双烤了10分钟 一开始2.8G主频 30多秒后就掉到了2.6G 我们来看一下CPU最高温度 74摄氏度 CPU最高功耗12瓦 CPU频率最高2.8GHz 最小频率只有800MHz 我们来看看N5105小主机的功耗表现 Windows下待机功耗8.7-8.9W Passmark测试最高功耗23瓦 Cinebench多核测试最高功耗21瓦 单核测试最高13.5瓦 本地8K60帧VP9视频播放功耗15瓦 新款众筹的R86s小主机 CPU是4核的N5105 TTP功耗10瓦 GPU是有24EU的英特尔的UHD核显 带有TFX槽 HDMI显示接口 双USB3.0A口 单千兆英特尔I211网卡 双2.5G英特尔I215网卡 一共三个网口 DC12V电源接口 板载8G双通道内存 板载312G EMC存储 双FPC接口 可以接硬盘或者万兆网卡 多线程跑分4371 单线程跑分1495 我们来看一看它在低功耗CPU一览表中的位置 它和最后一行性能最强劲的N5095挨在一起 两者的性能十分接近 N5095只高了一点点 这是我们自己实测的数据 比起网上只有两个样板的PASSMARK跑分 我觉得还是我们这个靠谱点 不管如何N5105 N5095新一代CPU 比起上一代的J4125 N5030性能高出了30% 这已经是最强劲的低功耗CPU了 看来英特尔这次真的没有挤牙膏 下面我们也让众筹的R86s N5105小主机 运行OpenWRT的跑分测试 中文字幕提供 AES 364902 XX20 187739 CORMARK 77484 这个成绩与N5095非常接近 N5095的CORMARK是77922 可以往上看看我们列出的几台J4125小主机 其中两台是我们上一个年度的众筹小主机 一台是四口的螃蟹2.5G小主机 CORMARK是60351 一台是四口I210的小主机 CORMARK是61221 这已经是J4125最高得分了 但今年被N5105大幅超越 众筹286s N5105 在OpenWRT下 待机功耗只有10瓦 时温18度的情况下 我们测试出待机温度32摄氏度 待机震温14摄氏度 不过物理机器下的OpenWRT 有一个比较大的bug 就是不能很好的驱动这台小主机的 Intel i225-LM2.5G网卡 当我们把2.5G网卡也设为LANK后 我们转过来 访问后台就访问不到了 就不能访问后台了 而且CPU的主频策略也很高 几乎都是在全速运行 所以待机功耗它达到了10瓦 Windows下主频待机 还能低到800MHz 待机功耗才8瓦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是一台性能强劲的低功耗小主机 对 还应该加上锈针两个字 性能强劲的低功耗锈针小主机 它为满足特定应用场景 准备了三网口 单线罩i211 双2.5G i225 双FPC接口还能带来更多的玩法 据说以此为基础的小主机 有三种形式 期待添加多SSD接口 或者添加万兆网口的新信号 N5105性能已经超越了上代标杆 J4125一大截 与N5095十分接近 这真是一台设计精巧 做工精良的优质小主机 它的缺点是 测试板样机主动散热风扇 噪音较大 这个问题 我认为初频方 一方面应该努力降低风噪 另一方面 也可以考虑使用优质的被动散热 就像我一直向测试的 Nelovo M90N-IoT 它的顶盖 就由众生很高的鳍片来加强散热 或者考虑性能稍微降低一点点 不能降太多啊 总之我们不能浪费了 在迄今为止 我见到的最优秀的小主机设计版型 新款众筹N5105 是专为发烧油打造的 最合适的专业小主机 众筹出品必是精品 希望新年度的众筹精品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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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